在节目站中表现出色的片头下向 成功拿到了第九名的好成绩 为了给下向增添助力 徐芳听从相爷顺的建议 特别找来了水平高超的汽车调教师 澳山广野 没想到澳山经过二十多年 竟然从车手变成了知名调教师 也是没有离开赛车的圈子 徐芳一直耿耿于滑的 就是GT86的引擎 比起那些高级跑车 86的2.0升自吸气引擎 就简直比狗拉爬力好不了多少 所以他很想暴改一下提升马力 可是偏偏澳山不建议这么改 他觉得现阶段的GT86 最好只是单改一下悬挂和刹车系统 只要改好了 也能大幅度提升车子的速度 一开始徐芳还不太相信 可当车子改好以后 下向开车载着徐芳跑了一圈 徐芳就彻底服气了 他坐在副驾上的时候 只有一种想法 要下车 一定要下车呀 从车上下来 徐芳坐在凳子上取久缓不过来 他总算是知道 神石武的驾驶水平有多高了 为啥下向的弯道都不踩刹车呀 澳山不是帮他把刹车碟片 都换成最好的了吗 下向表示 刚才的路段是爬坡 即便不去踩刹车 从入弯到弯心的这段时间 车子的速度也自然会逐渐下降的 这是驾驶低马力车辆的基本策略 其实刚才因为载着徐芳 又是在试车 所以下向只用了八成速度跑 徐芳也是呆住了 觉得要是下向发挥百分百的实力 估计自己就是浑在后面追的状态了 只觉得短时间内 都对坐车产生了心理阴影 尤其是要坐在下向的车内 现在看到下向那张沉浸如水的脸 这种对比看着太有视觉冲击力了 续芳决定坐在这里再缓缓 而下向还想再跑跑 去感受一下车子的改变 下向其实很想去不远处的 卢志胡再登上跑一圈 续芳也很是理解 但那里就是第二阵的赛道 在比赛开始前 是不允许任何人上去的 所以这场比赛 对于参赛好几年的老选手来说 就很有优势了 下向也没有强求 索性就在附近这件车也好 可下向刚一离开 一辆蓝色的雷诺A110就追了下去 续芳总觉得那辆车有点眼熟 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向还不知道后面有人追它 它依旧沉浸在车子的改变当中 如果不是车的外观没变化 下向都不敢相信 这跟前几年开的是同一辆车 奥山明明说过不会调整引擎的 可感觉却比过去更有爆发力 敏捷性也更好 机械性和抓地力都明显提升了 下向真的相信 自己在与对手进行缠斗的时候 这个悬挂系统 会是它最好的伙伴 特别是刹车 踩下去的感觉十分扎实 很接近赛车的感觉 下向浑身舒畅 感觉这样一来 自己就能尽情地奔驰了 下向心中又激动又雀跃 恨不得现在就去鄙视一番 而就在这时 突然那辆蓝色的A110追了上来 从下向身后强行超车 下向一瞬间有冲动想追出去 但他立即想到了拓海 曾经说过的话 驾驶的时候 切记感情用事 刚才在太沉迷于86的改变 导致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这是自己的不对 所以现在更不能 凭一时意气就追上去 他那车的车身上 有个相近面的似 说明这辆车也在参加MFG 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中 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因此下向更不打算贸然追赶 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试车 至于A110里的车手 正是在开幕战的时候 期赛的泽渡光辉了 下向或许不认识他 可是他却早就对下向十分熟悉 泽渡曾经有三年的时间 在法国从事赛车运动 那段时间跟下向还交手过其次 泽渡当时只是一个普通车手 但下向却是备受瞩目的新人 因此大家都认识他 后来泽渡因为资金不足 拿不到好车子 在比赛中经常鲨鱼而归 想不到在日本 两人又遇到了 他希望这一次 能再跟下向来一场痛快的较量 试车结束后 第二战的预选赛名单也出炉了 下向被排在第六天进行比赛 预选赛一共七天 日期越靠后 对于车手来说越有利 毕竟知道别人的记录以后 才更容易在预赛里 控制自己的速度和时间 转眼预赛就开始了 第二战的比赛在卢之湖赛道举行 这里全长25.3公里 是MFG中 屈指可数的高难度赛道 预赛的时候跑一拳 决赛的时候就要跑上三拳 正式上场比赛的是在 肩膜战里排名第七的大师 对于第一天第一个出场 大师也十分不情愿 为了保住能够在正赛 排一个靠前的位置 只能冒着风险 也要跑出好成绩才行了 紧接着 前缘和红也跟着上场了 他的车子已经调教了两年 就在等着一战成名的机会 原来去年 他也是开这台车参赛 不过因为电脑系统设定有问题 导致他的赛季表现一直都不理想 所以在肩膜战的时候 他只好用了思域比赛 好在现在终于换成了 调教好的本田NSX 这是首辆采用F1设计理念 打造的超跑 完全不说给参赛的其他好车 所以如今的前缘信心十足 就算在比赛场上 也会一边开车一边笑出来的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跟NSX 一起创造好成绩 又轮到北元旺上场了 因为一开始的速度和时间都很糟糕 巴特现在通讯无气地跳脚骂人 北元旺自然也生气 兄妹俩于是直接就用耳机吵了起来 这兄妹俩的相处模式 也是让人头疼 好在这姑娘越挨骂跑得越快 山谷自然也就不管他们了 第二天有香烟顺和泽渡的比赛 两人在之前的比赛中也认识 香烟顺还给自己的助手介绍泽渡 说泽渡是一个有点变态的男人 只喜欢17岁的女孩子 泽渡表示 自己的初恋情人 就是17岁的大姐姐 所以自己才只对17岁的女孩动情 如果女友过生日到了18岁 她就会义无反顾地跟人家分手 然后转头再找一个17岁的女孩 对于这一点 香烟顺嗤之以喻 她觉得泽渡完全不了解成熟女人的美 比如她喜欢的七号天使 就是一个极美貌 性感 清纯 和成熟于一身的女孩子 七号的魅力 可是比那些17岁的小萝莉好太多了 只可惜香烟顺不了解 炼其实也刚好17岁的 可能只是妆容成熟点罢了 很快轮到泽渡上场 她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所以一般来说比赛的时候 也很少会尽全力拼搏 可一旦要认真起来 那发挥的实力就让人感到恐怖了 现在她不知为何 在预赛就认真了起来 一路风驰电撤 以第一的成绩 结束区间一进入了区间二 而区间二的泽渡更加认真 所有人因此都嘖嘖称奇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只是想跟下相好好的较量一番 要知道 泽渡在MF季中被称为沉睡的天才 虽然成绩一直不是最好的 却是被公认的最有潜力的选手 一旦这个天才苏醒了 那她爆发出的力量 将十分令人恐惧 田中央二相信 看来如今天才因为下相苏醒了呀 泽渡的比赛结束 她真的刷新了卢之湖赛道的最佳成绩 暂时排在第一位 终于轮到香烟顺处长 她原本就性格火爆 看到泽渡有如此出色的发挥 整个人更是控制不住了 她的助手因此不断在耳机里喊着 要冷静 要冷静 可赛道上 香烟顺整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的 那热血都直冲到脑子里去了 根本冷静不下来 偏偏她就是那种越是冲动 就越容易犯错的车手 车速跟着肾上腺素一路狂飙 一场比赛跑下来 香烟顺错误百出 成绩自然也不太好 结束了比赛的香烟顺 也只能躲在家里 可怜兮兮地看着恋性感的身材 抚慰心中的伤痕了 轮到八朝祥上场比赛 她的性格跟香烟顺其实很像 都是火爆的急脾气 越激动越容易犯错 而昨天妹妹北元旺的成绩十分优异 这给八朝祥的心理压力就更大 因此在重压之下 八朝祥的表现果然就不太好 北元旺因此还直接抢过了山谷的耳机 对八朝祥喊 你比自己的速度慢了两秒多呢 一听到这话 八朝祥更着急了 恨不得长出翅膀直接飞到终点去 这样的心态 注定她无法取得靠前的排名了 接下来是汉妮妮和版本的比赛 她们表现都中规中矩 第四天预赛结束了 泽渡依然稳坐第一位 其他选手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预赛情况 只有夏向还淡定地在甜品屋打工 最近因为她的出现 店里的营业额好了许多 尤其是女性顾客 直接增加了150% 大家看着夏向都是一点幸福的表情 店长不由地叹息 这还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自己也是慧眼时英雄 夏向真是脸好 看人也温柔 而且头脑聪明 学习能力极巧 明明不会写日文的 可好像只看了其他客人写一遍 她就学会了 有这么一个店铺活招牌在 想必自己的生意 也会越来越好的呀 另一边 旭方和奥山趁着还有时间 正在使用最新的3D轮胎定位测试仪 帮GT86检测四轮的平衡情况 当然 这高级或是奥山的 旭方这种土鳖剑都没见过 奥山表示 要想100%的发挥悬挂的稳定性 需要做好四轮定位 能给藤原拓海的徒弟调教车子 这是极大的荣耀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在努力着 只期待遇下开始了 这天 下象打工结束回到西元四家 她拿着一张保险表格 来询用西元四妈妈如何填写 西元四妈妈知道下象只是会说日语 但一般不认识 也不会写 所以就想帮她填表 结果下象就说 自己会写一些字了 说着 就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片头下象 西元四妈妈发现下象 与其说是写字 更像是在画画 把自己的名字 照这样子画出来 可这附近并没有能给她做参考的东西 西元四妈妈突然意识到 下象这孩子 是不是跟她母亲拥有同样的能力 能够将看到的东西 永远记在脑子里 俗称过目不忘 下象因此还吓了一跳 西元四妈妈却安慰下象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你能继承母亲的能力 反而让人感到十分欣慰 西元四妈妈与下象的母亲 是美术大学的同学 当初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 她发现下象母亲 与别人画画的方式不同 别人都是看一眼画一阵 而下象母亲却是先盯着东西看 然后落笔一气合成 就能画出一幅与实物完全一样的书标 她的这种能力用在美术上 就是十分惊人的天赋 所以西元四妈妈一直十分羡慕 她因此也劝下象 如果有时间 或者也可以来自己的美术教室 学习一下绘画 说不定她也跟她妈妈一样 能在绘画方面斩露头角呢 可下象说 从小妈妈并没有让她学过绘画 反而更希望她多做一些体育锻炼 或许是因为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才更向往健康的身体吧 妈妈也告诉她 不要在任何人面前 展露自己过目不忘的才能 这能力可能会给她带来很多困扰的 不过在西元四妈妈这里 她能完全做回自己 不用隐藏 不用伪装 下象十分开心 她同意了西元四妈妈学美术的提议 还想将自己热爱的镰仓都画下来呢 转眼第五天的预赛开始了 吃鱼的状态非常好 一上场就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就连一贯淡定的下象 看比赛的时候都不有的赞叹 她的法拉利真的好贵啊 下象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排名靠前的车手 上场的顺序也比较早呢 续方表示 早上场受到比赛意外的影响才会最小 尤其是卢之湖的赛道 其实十分危险 几乎每次比赛都会有很多意外发生 这个赛道有一段被称为白死神地带 这里有从富士山火山口 吹起的火山灰落在地上 气小的颗粒 使得轮胎特别容易打滑 稍微不注意 车子就会失控 只是昨天一天 在那个路段就发生了五次意外 结果导致最后一辆车的起跑时间 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 选手的状态都不好了 所以续方也叮嘱夏象 谈加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夏象倒是十分淡定 他还有闲心吃点心喝咖啡呢 续方紧张的什么都吃不下 明天就是夏象的比赛了 这孩子为啥一点都没压力呢 夏象表示 自己又不是来争计一的 只是来挑战而已 所以自己只有兴奋 并没有紧张的感觉 第五天的预赛结束 明天就是夏象上场比赛的日子 他打算晚上早点睡 睡前 他又在头脑中模拟了一下赛道的情况 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卢之湖赛道开过车 但是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加上高桥起届的示范水平十分厉害 只要他能将起届的路线烂出于心 明天必然不会出大错的 而第二天一大早 夏象和续芳就来到临时围场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向夜顺竟然也来了 按理说 他不是今天的参赛选手 应该进不来的 向夜顺有些得意 表示自己参加了这么多次比赛 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所以刷脸就能进来了 他嘴上说给夏象加油鼓劲 实际上还有别的目的 比赛开始前 向夜顺提醒夏象 这次预赛一定要排在前十二 要不然很可能进不了决赛呢 夏象因此表示 自己只要不失误 就一定有机会的 向夜顺因此在内心还有一些火大 这小子说话这么直白 你真的了解情况啊 第六天的比赛 确实比之前各位受人关注 因为失神也被安排在了今天出战 他是之前蝉联两届冠军的人 实力自然让人不能小觑 而作为黑马的夏象 也是今天比赛 他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惊喜呢 所有观众也都拭目以待 西元斯一家人都坐在沙发上 紧张地看着屏幕 练心里更是悄悄为夏象祈祷 眼看着夏象的比赛开始倒计时 真美竟然冲着夏象抛没眼还非文 练一个机灵 顿时火冒三丈 这期他都没对夏象错过呢 运赛终于开始了 夏象如同子弹一般弹射起步 在卢之湖赛道上快速前进 在休息室监控数据的续方 紧张的心脏都快爆炸了 向一顺也挤在电脑旁边 观看夏象的数据 实际上 他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跟夏象偷师 去建一之前的道路 都是比较平坦的上坡路 这里对夏象的八六很不友好 不过 他还是以第十三的成绩 通过了这第一计时区 这下向一顺不淡定了 你们不是说没个爱引擎吗 怎么连直线上坡路 他的表现都这么好了 话音未落 一个关注记号 就出现在夏象的头顶上 这在预赛里 是十分罕见的情况 夏象顶着这个标记 使用了那段传说中的 白死神地带 眼看着火山灰 纷纷扬扬地飘落 八六的轮胎 也开始稍微打滑 但夏象并没有减速慢行 反而是借着这股力量 快速飘移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夏象能带给大家 怎样的惊喜呢 大家可以看看漫画版 我是黑白 下集见